历史像水一般流淌 历史上的今天 讲述历史真相 到处生命冷暖 今天是2月20号 朋友您好 我是江峰 芭蕾舞 足尖上的艺术 它的历史起源于15世纪 诞生在文艺复兴时代的意大利宫廷 后来意大利美帝奇家族的女儿嫁到了法国王宫 就把这门舞蹈艺术传到了法国 可是很多人不知道 现代芭蕾舞的改革来自于极具艺术才华的太阳王法王路易十四 他年轻的时候曾经是一名活跃的芭蕾舞舞蹈演员 国王跳芭蕾舞 你说你不用管国家大事了 国家有他的妈妈还有红衣大主教那个时候替他管着呢 国王专心跳舞 你看那个亚森特里格化的路易十四画像 你就不难理解了为什么路易十四在画像里要用个标准的钉字布站着 他原来因为是个芭蕾舞演员呢 1661年 路易十四创立了皇家舞蹈学院 这是法国国王亲自担任校长的芭蕾舞学院 同一年路易十四开始亲自掌权 他就跟自己的那些舞蹈伙伴们就说了 说哥几个 即后我这芭蕾舞我就不跳了 我得专心做好国王 还得跟西班牙跟荷狼打仗呢 路易十四退役之后 巴黎诞生了世界第一支专业芭蕾舞团 就是巴黎歌剧院芭蕾舞团 之后的200年 芭蕾舞一直是法国最为骄傲的艺术之一 200年之后 渐渐的芭蕾舞在法国步入了衰落 开始在俄罗斯 在遥远的欧亚大陆发扬光大了 尤其是在一名伟大的俄罗斯作曲家的一部不朽的作品问世之后 芭蕾舞走到了艺术的巅峰 历史上的今天 1877年俄罗斯就立 2月20号 俄罗斯严寒的冬天过去了 厚厚的黑土开始软化成泥泞的季节 人们在这一天纷纷从各地 坐着马车来到莫斯科大剧院 来看一出叫做《天鹅湖》的芭蕾舞剧 这个有名的剧作家叫什么呢 Tchaikovsky 人们在1871年以后开始熟悉他的交响乐 但是芭蕾舞剧 这可是第一次啊 从法国传来的芭蕾舞在俄罗斯可是一种贵族的艺术 但是那个时候俄罗斯好像还缺乏真正有天赋的演员和天才的作曲家 Tchaikovsky原来是搞交响乐创作的 有一次 他的好朋友是莫斯科大剧院的艺术家叫做别奇切夫 就找到他了 说 莫斯科大剧院有个档期 咱们想做点新节目 说Tchaikovsky先生 您愿意为大型的五剧剧本天鹅湖 你给他写个音乐吗 天鹅湖 对呀 这个别奇切夫就跟他说了 要不我给你介绍一下剧情啊 Tchaikovsky说 不用 不用 我知道 说我那小外甥给我讲过 讲过这个是个德国童话嘛 说一个青年骑士怎么样去打败个恶魔 救出了被魔法变成天鹅的少女 最后还跟他结婚了 对不对 是这个故事吧 是这个 我跟你说 我就顾虑什么 你知道我的特长在交响乐 我呀 得得得 Tchaikovsky先生 他朋友跟他说了 您现在在莫斯科音乐学院这个教书有多少年薪呢 1500卢布吧 这样 我给你800卢布 你把这个剧本搞出来怎么样 800卢布 是半年多的工资啊 Tchaikovsky 动心了 Tchaikovsky开始精心的钻研当代的舞剧音乐 然后看那些最有成就的那些总谱 然后他跑到这个剧院去观看 五剧演员的演出 观察演员这个表演怎么跳的 看他们的特点 一年之后 作曲家就写完了四幕舞剧的钢琴谱 接着完成了配器 作品交出来之后 Tchaikovsky 渴望莫斯科大剧院能够像 对待他的管弦乐队一样 对待他的交响乐一样 尊重他的芭蕾舞的这个总谱 但是呢 委派来编导天鹅湖的这个 根本就没有读懂 Tchaikovsky 的作品 他就认为 Tchaikovsky 的这个天鹅湖 太交响乐了 没有办法用这种音乐跳舞 结果天鹅湖首次公演那天请来的那个女演员呢 又是个大腕 为了迎合这个大腕呢 还临时找了一些上演过的曲谱 来取代 Tchaikovsky 的原作 于是 Tchaikovsky 的天鹅湖的这个原汤 变成了一锅绘 你想 台下的观众 他可就不干了 专门从寒冷的天气坐着马车这么远来看芭蕾舞剧的 照咱们的话说 那就是票友啊 那专业程度比你台上演员不差的 于是天鹅湖首演 砸了 Tchaikovsky 后来又创作了胡桃夹子 那个舞剧就很受欢迎 但是天鹅湖 一直到作曲家本人 1893年去世了都没有改变 时间到了1895年 编导大师 比奇帕和伊凡诺夫重新的编导了天鹅湖 他们充分的理解和运用了 Tchaikovsky 杰出的 音乐语言 而著名的意大利芭蕾舞明星雷纳里 他扮演了剧中的双重角色 白天鹅 奥杰塔和黑天鹅 奥杰莉娜 在第三幕奥杰莉娜的独舞变奏当中 在雷纳里是一口气做了32个 弗威塔挥鞭转 什么是弗威塔挥鞭转呢 就是一条腿立着 另一条腿像鞭子似的 转动 身子向有规律着在另一条腿支撑下旋转 这一绝技 至今仍保留在天鹅湖的演出当中 观众一看 哇 惊为天人 从此 天鹅湖就没有离开过世界舞台 成为了巅峰之轴 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 由于俄罗斯爆发了布尔什维克的什叶革命 大量的优秀芭蕾舞演员就出逃西欧了 于是芭蕾舞艺术再次涅槃重生 回到了它的发祥地 意大利和法国 留在俄罗斯的芭蕾舞开始成为革命的艺术 红色的芭蕾舞 1958年 日本松山芭蕾舞团的芭蕾舞剧《白毛女》在中国首演 这是个日本左翼人是清水政府创办的芭蕾舞团 他在60年来 从50年来到现在一直在日本就跳这个 白毛女这个舞 这个本来是由延安艺术家编撰的 最具革命煽动性的作品 日本的芭蕾舞首先给他演出来了 结果这种演出呢 当时触动了中共 说咱们也应该有自己的芭蕾舞团 于是在苏联专家的帮助下 这白毛女演出的第二年 中央芭蕾舞团成立了 苏联专家帮助排演了芭蕾舞剧《天鹅湖》 女主角是由白淑香担当刘庆堂入选扮演王子 1964年江青开始对芭蕾舞剧产生了兴趣 白淑香又被第一个选中 出演了篡改历史的红色现代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 眼里面的女主角吴琼花 两年后文革爆发了 这不就开始就查历史了吗 白淑香的父亲原来担任过 张学良手下的军官 他怎么想 他说 哎呀 我的张学良手下 我是个搞法律文殊的 是个文职 我没有血债 没杀过人呢 所以他觉得没事 就选择留在了大陆 结果呀 做历史反革命给揪了出来了 白淑香也被揪出来了 反复批斗 结果呢 父亲惨死 白淑香告别舞蹈生涯 天鹅湖中扮演王子 后来在红色娘子军中扮演中共党代表的刘庆堂 走到另外一条路 文化大革命中原来 他是个贫农出身 原来挺自卑的 结果后来 贫农出身成了革命资本了 结果成了革命核心小组成员 刘庆堂啊 他当了小组成员后 首先揪斗的就是他的舞伴 白淑香 刘庆堂后来是深受江青的青睐 在江青的提名下 一度是成为了中共文化部的副部长 文革后被判刑 他的前妻叫徐杰 这么评价刘庆堂 说他是一个精灵 在创造与欺骗当中 飞来无趣 闪着耀眼的光 最后落到了地狱 可叹的是被中共枪杀了父亲 自己错过了最珍贵的 艺术黄金岁月的 白淑香 被平反后啊 再次为中共歌功颂德说 我们的艺术生命有了保障 我们重获新生了 2015年7月 中央芭蕾舞团的革命样板戏 在中国大陆强制对中国人民洗脑10年的这个剧本 叫做《红色娘子军》的换了一个名头 改成经典芭蕾舞剧 在美国纽约林肯中心上演 2017年 舞剧又再次前往澳大利亚澳洲演出 还引来了当地群众的抗议 一个来自 西方的舞蹈艺术 巧妙的包装了革命 包装了仇恨 天鹅湖中那个黑天鹅经典绝技 那32个流畅的灰边传 变成了 革命女战士无穷花 跟地主男霸天斗争的场面 历史上的今天 天鹅湖首演 从童话到人间 都有黑白两只天鹅 它们同样的迷人 不过一个是善良 另一个却是邪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